阿哲啊 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呢 又年轻又漂亮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好的好的 看一看 美女啊 你有什么要求就大胆的提 其实呢 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就最基本的条件嘛 就是城里呢 要有一套房 还要有一辆奔驰 或者宝马 都可以的 还要有30万以上的存款 就这些条件 怎么现在的女儿子 都那么天真 都那么物质呢 不都先谈一下三观 直接就是想跟别人分享劳动成果 就想着作响其成 一位只知道索取 都不谈付出的 我要是有奔驰宝马有房子了 我干嘛不找18岁的小姑娘 我还要跟你这个28岁的姑娘相亲 我脑袋有问题 我能混到有车有房有存款了 证明我脑袋没有问题 我大把握的选择 再说了我就努力分到有成果了 我为了什么 无非是为了取更年轻更漂亮更懂事的 上的了厅厅下的了厨房了 我就想找一个 能够跟我踏踏实实一起过日子的那种 能够扶持我去创业的那种 你想要有车有房有存款 想要嫁给开奔驰宝马的那些成功人士 你应该在他骑自行车或者说骑电动车的时候就嫁给他 跟他一起奋斗 那才属于你的 要不然啊 就算人家有 也是人家的 哎呀 那你什么都没有 我这样给你干嘛 我这样给你吃苦受累吗 啊 三官重要吗 有钱才重要 知道吗 那你就慢慢等 啊 等到你心目中那个 啊 白马王子 啊 那个土豪出现了 啊 到时候给你几百万的彩礼 顺便 给你家人也送一套别处 啊 赶走这种人 不想浪费我时间 啊 我先走了 哎呀 你什么都没有 还想要什么亲啊 死虫鬼 真是浪费我时间 喂老板啊 你明明这个条件已经达到 每年这样两三百万 又开到宝马 你为什么不明说啊 这种人没必要 太物质了 啊 就一位只知道索取 没想过怎么付出的 不能同甘共苦的 要来干什么 我要找的是 能够跟我同甘共苦的 一起分道的那种女人 啊 不是来跟我分家产的那种女人 这种女人我不缺 是不是 啊 那我就帮你留意一下 有何事的再介绍给你吧 好吧 啊 啊